他說 葉匡時救韓 葉匡時救韓國瑜 反問他兩岸戰略 那我早上看 我為什麼早上去看重播 我昨天看了直播 我沒有看到這一段 葉匡時救了韓國瑜什麼 他說陳明通講話 韓國瑜有點招架不住 我說有招架不住嗎 因為昨天就是各言而治 你們剛剛三個人都說 這個是陳明通有點招架不住 不是 自由時報寫 你那是哪個報紙 自由時報 我們要先講是來自哪個報 下面就不用講 輝文有說是自由時報 不要破輝文的梗 他最後會宣布 還有 他是自由時報的代言人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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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原本他跟我們講不一樣 怎麼跟我昨天看的直播的內容 不太一樣 所以因為這個 因為你看錯場 沒有 同一場 我早上要看了一次 我把他弄大一點 這個自由時報標題 葉匡時救韓國瑜 有這一段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我的職業病 我就回去又看重播 又看了一遍 有沒有救韓 因為其實葉匡時 昨天只有講話講一次 但是自由時報內文說 陸委會主委陳明通 當場讓韓國瑜有點招架不住 韓國瑜轉頭問葉匡時 葉匡時當場救駕 那這個是延期攻略嗎 救駕都來了 那我們看另外一個 這是友台 這是友台 在這邊 3D新聞網 韓國瑜轉頭求救葉匡時 有嗎 我跟觀眾朋友沒有 他有轉頭啦 但是不是求救 你這個就是內行 他又的確轉頭 因為這個陳明通跟這個葉匡時他們是台大政治系的同學 昨天在場的時候 除了韓國瑜跟陳明通對談之外 葉匡時就撞旁邊 所以他最後 就是這個陳明通講到最後的時候 韓國瑜是禮貌性的轉過頭去問葉匡時說 你們老同學 你有沒有什麼什麼意見這樣 我聽到 因為主持人昨天的收音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我今天一直反覆地聽 我聽到是老同學有沒有什麼寶貴意見 現在錄音帶真的都要聽清楚 對 都要聽清楚 可是為什麼會有招架不住呢 為什麼什麼救駕呢 以我看來是沒有